有吗快 你上去干什么 我上去看看有没有竹笋 竹笋啊 现在几页了 6页了 还有竹笋吗 这是另外一种品种 就是这个时候才长的 有吗 对 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还没长出来 要等到下个月 哦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他扎这个羊梅 不是他扎的 是他叔叔扎的 嗯 酸吧 嗯 有吗快 不好吃 嗯 我问你件事啊 什么事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 确定准确的 不养猪了 对不养猪了 那鹅呢 鹅的话也不养 如果要养的话就养4个 养4个能干啥 4个 条件不成熟 干什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现在 不养猪了 养猪那里养不了多少个 加上 那里养猪会影响到邻居 我爸也不同意养猪 之前不是同意了吗 怎么现在又不同意了呢 他是什么意思呢 之前是我同意 我没问他 你自作主张的 那邻居他知道了 知道我那里养猪 以后就跟我爸说了 就是我爸也就跟我说 他说不要养猪了 那你这叫泡国去找啥别的地方 那大山里面呢 不养猪干嘛你说 没地方可以找 我刚找的都找过了 有一个地方很远 哪里啊 骑地动车 都要一个多小时 差不多两个小时 在别的村子 那你接下来你想干啥 经常打螺丝吗 经常来 我也不知道干啥 接下来就是 跟你结婚的 结婚 对 结了婚 之后我们就去中国打螺丝 你都没有创业结什么婚 你事先把事业做成了 在谈论结婚的事啊 谈论这个 去外面打工 随时都可以去是吧 这结婚是大事干净 还是要结婚 你不没听说过有件事吗 就是说先创业 再成家 这是看个人调节的 有些人 先结婚加创业 创业也不一定会成功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一个男人 创业不成功就不用结婚了 那为什么我姐跟我姐夫 创业就这么成功呢 那只是运气好 刚好运气好 又不是所有人 创业都会成功的 要是我创业失败 那你也不会嫁给我啊 是不是 那万一创业成功了呢 成功是好了 就是说万一不成功了 那我什么都没有 连你都会离开我 这样子吧 你如果打算 确定准确的 不养猪了 我创业了 你就把那2万块钱还给我吧 我投在我姐那里去 这2万块钱 过段时间 这样说吧 还有过段时间 又过到什么时候 明年还是 还是啥时候啊 下个月给你准确的打货 8个月啊 嗯 现在不行吗 过完到5街吧 过完到5街 给你个准确的打货 我 如果你现在准确 不投资 不养猪了 不创业了 我就转 去我姐那里 让她多抓几个猪啊 多抓点鸭子回来 这样拉到年底 我跟我姐的收成就多了呀 那 不能我什么都不做吧 我也要买车 也要买房啊 你不买我也要买啊 你可以帮我养鱼啊 这山里面 那个鱼都有七八斤种了 今年年底 就可以全部卖掉了 卖掉 人生个十多万吧 一堂我姐那里也有啊 我没必要 来你这里啊 你没看到吗 过年的时候 我姐拿了两条 这么大的鱼回去 那些鱼都是她自养的 我姐够大方吧 大方 大方 所以说啊 我已经截定好了 跟我姐 还是跟我姐 头子养吧 头子养鸭养猪 还做点甘蔗其他的 哎 反正她一个人也忙不过来 她也不想去外面打螺丝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两姐妹就创业吧 我们两姐妹创我们两姐妹的 跟她老公啊 婆婆啊 这些都没关系的 我们也要买车买房 我也要买车买房 她买不买 我不知道我 反正我要买 听你这个意思 你是要准备回青州了 你把钱给我先 你不管我这些 你欠钱总得又还了呀 下个月下个月看情况会还给你的 哎 上个月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回青州 我就还给你啊 你不回就 就留在这里下 不管我回不回 那2万块钱你都要还给我 那是我的钱啊 我不回难道你就不还了吗 真的 是哪有欠钱不还的 哪有这样的真的 是我现在的后悔死了 来这里 别得了 这一片 你不要走 我去 我家买 这一片 Group